把钱送到六楼停车上 利用大卖场置物柜传递讯息 交付赎金 电视剧桥段真实上演 置物柜成了诈骗集团的交易地点 他是跟我讲说电动玩具店 那我是负责换钱的 所以需要那个提款卡跟履历表 还有一些资料 看报纸找工作 秘密麻麻的求职广告 竟是诈骗集团的新花招 3月10号看到广告打电话求职 隔天双方约好时间地点 交出提款卡和履历表 12号约在永和等对方带往工作地点 迟迟等不到人出现 黄小姐才惊觉遭诈骗 我也是听警察说的 我被列入为嫌犯 我也很惊讶 因为我毕竟是受害人 这种事情我也没有说 那我为什么 我要被怀疑这样子 越说越委屈 莫名其妙从被害人变嫌犯 黄小姐应征工作 却突然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囚信嫌犯拿到提款卡后 就拿到卖场置物柜 拿走3000元报酬 不远处的王姓嫌犯 在四斤拿走提款卡 两名嫌犯遭警方逮捕 背后庞大的诈骗集团 得知事情曝光 还嚣张打电话恐吓被害人 近来利用广告诈骗的案件评传 民众还是得多加小心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杨中生 温思涵 新闻市报道